社会消息来看到 变压气爆炸真的是吓坏民众了 新北市永和一处路口的电线杆 在昨天下午接近5点的时候 突然变压气发生了爆炸起火燃烧 而燃烧的碎屑呢 也不断从天而降 现象还生 有热心店家赶紧拿了灭火器来协助灭火 而消防队也赶到现场扑灭火势 虽然没人受伤 不过变压气爆炸 也导致附近2337户一度停电 三层楼高的电线杆突然发出爆炸声响 有的民众抬头观望 但大多数是吓到赶紧闪避 巨大声响伴随着刺眼闪光 莫及民众吓到手机都快拿不稳了 而有英勇店家怕民众被碎屑波及 当机立断跟消防配合上下夹工协助灭火 第一声爆炸我以为是车祸还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在里面 然后后来第二声爆炸的时候 我就走出来看 就有看到东西掉下来 然后第三次爆炸的时候 就整个东西掉下来 然后火就直接这样窜上来 吓到我是吓到 然后就先后退啊 爆炸发生在新北市永和区 7号傍晚接近下班时间 德河路和城公路的电杆变压器 突然发生短路爆炸 也导致附近2337户一度受到影响 幸好停电没多久就复电 而台电也在三个小时内将变压器修复 它有条件大概不到一分钟 对一分钟复电 可能是那条溃线区域的用电量爆增 所以说让它的负担超过 我们已经把这个好的电杆器换上去了 幸好没有人员因此受伤 但这爆炸瞬间已让不少民众受到惊吓 记者身上杨文豪新北市报道